我给你讲了 小兔子乖乖很爱吃点 是这样的我是个成都人你知道吧 我们那是最新年人的冷吃兔 兔兔这么乖你怎么能吃兔 你吃兔头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你三口一个兔头是谁教你的 你想不想你故事啊 小兔子乖乖很爱吃甜 有一天他买了一块巧克力 我听说你不能吃巧克力 你吃巧克力会死 会死 你在骂我 你不认为我不知道狗不能吃巧克力 你看狗都知道 我真的在跟你认真讲故事 在跟你造一种呼嘲 氛围 哦 我心想 OK 开始了 你现在再说一句话你是狗 小兔子 狗 我没说话啊 你现在不说了吗 对 对 等下来啊 玩得很咱俩的 小兔子 小兔子 哈哈哈 真的 我没必要跟你讲了 在这样的我们分舱道中 你坐你的独木桥 我坐我的阳光档 我们飛骨吧 给大家看一下洋葱的 真的 你说呀 我不能再说什么了 小兔子乖乖很爱吃甜食 有一天他买了一块巧克力 他高兴地打开包装 正要 吃的时候 巧克力不小心掉了下来 因为天气太热 巧克力就融化在那地上 然后 他看着地上的巧克力说呀 好想你呀 好想你 可以呀